新加坡劳务仲介协会同印度尼西亚人力部相关部门联合推出女佣行业计划 从即日起雇主不必再为新聘请的印尼女佣支付贷款 女佣也能够享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权 来看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印尼海外员工就业与保护署 今年2月同新加坡劳务仲介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推出保障印尼女佣权益的女佣行业计划 当中包括制定新的财务框架 规定女佣在申请护照以及支付培训和体检等行政费时 必须向当地一家银行进行个人贷款 总额约1700新元 而由于女佣必须自行偿还所有贷款 当中还包括一笔不超过1000新元的终结费 雇主就无需再为女佣预付贷款 过去这笔贷款可高达4000新元 在旧的系统之下 这些贷款会在头几个月 慢慢的雇主先把这笔钱还给中介 然后是每个月扣除女佣的薪水 所以这6到8个月 女佣根本基本上是没有钱汇回去他的国家 这个计划银行里面的贷款是分8个月进行 每个月银行会扣除大概是200块左右的 那个银行借钱费 过后女佣还有300多块 计划也规定女佣如果在头一年转换雇主不超过三次 中介不能向他们收取转接费 协会也推出认证计划 要求加入计划的中介必须先接受培训 目前已有89家中介获得认证 首个在新计划下应聘的女佣将在下个星期抵达我国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